近日网路上出现了一段标榜 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的竞选为影片 但是里头小确幸的情节 让网友相当有意见 虽然连阵营已经澄清 影片不是由他们所制作 但是网路上还是引发热论 甚至有网友还上传了配音版的Cuso版 算出了为电影版的小确幸 薪水至少得要4.5K起跳 嘲讽连胜文的家世背景 第一次走秀连胜文显得有点别扭 只好学建美先生举起双手 秀一下肌肉 到萌甲商圈参加活动 连胜文大打清名牌 还说剩下这件就是MIT 连老婆蔡衣衫都赞不绝口 我太太看了说穿起来好像有瘦一点 努力和民众拉近距离 但近日网路上却出现一支 挂着连胜文名字的竞选小短片 里头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像是早餐吃了110元 或是悠游卡一次加值1000元 都被网友骂翻 还算出要过这样的小确幸生活 月薪起码四万五起跳 网友更制作Cuso配音版 我也想创业 但创业就只能靠爸了 讽刺连胜文的权贵背景虽然连半不断澄清 这是厂商自行拍摄的影片已要求下架 但民调也显示在年轻人这块 连胜文远远落后对手柯文哲 天行见君子自强不行 现在这样没有关系 我们持续的努力 我们来争取更多人对我们的支持认同 连胜文低调只有老话一句继续努力 只不过台北选情激烈 出身包袱被穷追猛打 在网路无限蔓延 杀双力就怕是连擒跑行程 也很难弥补